《密宗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 明上三观鼎厚一 即结形仪鬼品第十之三 我们今天谈西二 诗上三观鼎及后意义 这个也就是等于是在解释观鼎 昨天我们谈到平观鼎跟建 一直谈到建观鼎 那么再来是解释它的意义 它首先讲是秘密观鼎 它说秘密观鼎是成为信慧之田 守护三昧及清静 这个就是整个通通都包含 这一段里面他提到秘密观鼎 可以产生坚固的信心 这个是很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讲法 什么比较特殊的讲法 因为秘密观鼎它的观鼎物 也就是秘密物 秘密物 用秘密物来给这个行则做观鼎 这个二观的秘密观鼎 也就是 也就是 这个 上师 上师跟明飞 本身的昏密物 作为秘密 作为秘密本身的灌鼎 就是其 那以后呢 放在舌头上 这样子作为灌鼎 它说能够产生坚固的信心 一般来讲 我们一看就不信了 怎么那个东西也可以当成灌鼎之物啊 你不要吓人 一看就不信了 不过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我想他有他本身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让你看到了 你信的话 你就会很坚固的信 你不信的话就拉倒 他意思就是这样子 反正这个就是一种坚信 这个讲的也是有道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到这个小学老师的家去 他正在那个 正在炒那个肉 他是单身汉 他在那边炒 炒一盘肉 他叫我们几个同学说 你们过来 这个要你们 老师要你们吃这个 我们说什么东西啊 这肉这么香这么好 他说 他告诉我们是老鼠肉 哈哈哈哈 是老鼠肉 他有几个同学他就说 哎呦老鼠肉我们不敢吃啊 你看到那个老鼠很压格的 那个猫子啊 很压格的 怎么吃老鼠肉 但是那个老鼠怎么讲 吃不吃呢 你们对我有信心的话 你们就吃 啊 当时我们就 这个眼睛闭着啊 这个呼吸都停止 就吃一口 哎 所以我师尊吃过老鼠肉 哈哈哈哈 好我是吃过老鼠肉的 就是在那个时刻里面啊 这个老师讲了一句话 你们对我有信心 这个吃的很好吃的 没有什么 这个吃不死人的 很好的味道很 很好很 听说老鼠煮汤还可以治皮肤病 哈哈哈哈 啊很清 很清冷的 这个很营养的 这个就是信心 啊 师尊吃过的肉很多啊 这个 但是不能讲说 师尊是吃肉大王 那现在吃的比较少啊 这个 中国报给师尊写出来 说是吃肉大王 说啊 这个喝酒大王 其实过气是啦 过气是 是了 现在没有 你说 啊 现在那个啊 跳舞大王 哪里有 哪里有 我 不过是在这个 台东啊 跟这个 B南组啊 B南组的那个三地人 跳三地舞 已经很久没有跳舞了 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你说这个吃肉吗 也 最近也吃的少 青菜吃的多 肉类吃的少 你说喝酒吗 现在已经滴酒不沾了 一滴酒都不沾了 所以我现在也是守戒的 我守戒现在守得很坚固 可以讲是很坚固 因为那个配吉啊 酒的配吉已经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配吉 就是说 你喝东西喝得多了 到了某一个程度已经够了 配吉就没有了 那现在师尊酒的配吉 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已经滴酒不沾 所以你们要送给师尊S order 那个change money就可以了 哈哈哈 换这个money来就可以了 不用送酒了 这个信慧之田啊 他跟你讲说 会产生啊 信心坚固的 你看他这里面写 逆行不生邪疑 信心坚固 让弟子看 你对根本上师有信心 对你的上师本身有信心的话 因为你本身的上师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清净的 你能够坚信不移的话 你的修行才能够有成就的 才能有成果的 那么上师的行为 你看啊 哇 这个上师啊 他有这个 你看 魏江明辉奉献师长 把明辉奉献给师长 即场师长跟明辉 由师长及本尊利固 身书胜的 胜乐 潜除不信 把你那个本来怀疑的这个心啊 不信的心啊 完全潜除掉 就是看到上师本身的行为啊 他本身的行为 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还有信心的话 这个就是一种坚信 很坚固的信仰 这个反过来讲啊 这上师的行为 你看 师真过去 这个酒喝的这么多 这个舞跳的那么多 他什么都不禁忌 那你们还能够产生 对我本身产生 一种坚信的信仰的话 这种坚信的信仰 这种坚信的信仰 才是打不倒的 才是打不倒的 很简单讲一句话 平时这个师父的行为 就是很清净很清净 你看啊 哎呦 这个师父好干净哦 连一点污秘都没有 他连一句粗话都不讲的哦 那个叉叉他都不舍不得讲哦 哦 很标准的师父哦 有一天你看到他在偷吃东西 啊 完了 完了 这个师父不行 你看他偷吃东西 你看 这个偷吃有时候啊 是讲啊 啊 这个晚上的时候啊 有人送这个憋给他 憋汤啊 憋汤给他 看到哎 师父偷吃东西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我们统统不信了 所以一个这个清净型的一个法师啊 他要守他的清净型也是很困难的 在弟子面前啊 他一切通通都要清净 在弟子的背后 他也是一样清净型 所以这样子的师父啊 你他假如有一点污染的话 就会令很多人背弃他的 所以他一直要坚持到底 虽然心理想啊 也不能去做 对不对 他一定要坚持到底 像师尊本身来讲 师尊的功力啊 是超越这些的 他的 这个师父的功力啊 他已经超越这些东西了 所以他能够令弟子产生坚信的话 他就不要紧 但是你对他有坚信的话 就可以产生师长跟本尊利 这个密教就是这样子 反过来讲 你对这样子的师父还能够有信心的话 像对我这个师父还能够有信心的话 那你就是坚信 很坚固信仰 你说这个师父 他本身是实修 是有功力的 他是真正的实修 超越了这些的 他能够胜过酒 不会被酒吃掉 他能够超度这些肉类 所以他能够饮 所以他能够饮食 他能够殊胜的定力 所以他可以有明非 这个你们的观念就不一样 就产生更坚定的一种信仰出来 他是这样子讲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他讲就是 就算你看见你这个师父跟你朋友出去了 哎呦 这个别的师父不行 我告诉你 别的师父假如跟你朋友走在一起 他这个 大家通通退道心 完了 这个我们通通走了 你看到你的师父啊 跟你朋友在一起 我以前我的师父有五个女朋友呢 有五个 但是呢 师父本身是超胜的 这五个 通通都是他度化的 每一个都能够放光 师父本身能够放光 他不只是度五个 他度所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他能够令你啊 马上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能够令你本身很快得到清净 这种师父是了不起的 在西藏的地方啊 是有这样子 所以他的 秘密灌顶的秘密 秘密物 就是非常特殊的 你有信心的 你才藏 你没有信心的 那你干脆就打退堂鼓 你不是真正的 密啊 这个密的地址 六密地址在这里面的 所谓密地址是在这里面 所以他的一句话是这样子讲 如灵师云 集一切勇士 会一切天理 世俗菩提心 避密物灌顶 避永世天理 大庙三昧 寄五界庙位 当场彼安乐 这是 就是讲啊 集一切勇士 是永世母 体脉中的精髓 由十两种四十菩提心故 当一五干路等十三昧 以前所说守护之三昧 而得自在 想一想 想一想 两种世俗的菩提心 就是 昏迷 你能够敞 才能够产生坚固的信心 你不敢敞 你就产生不了坚固的 啊 这个 这个圣意的这个心 密教里面的五干路 我讲过的嘛 啊 你们大家知道的啊 五干路啊 是什么五干路 啊 刚刚嘴巴笑啊 啊 啊 就是大便小便啦 讲清楚一点啦 什么大香小香 哪里来的香 你的香啊 还是我的香 大便小便 还有T 鼻T 还有垂墨 还有胆汁 这五种东西啊 都是很yuck的 都是很脏的 集世界上最脏的东西 放在一个碗里面 然后大家来吃一点吧 大家来吃吧 五干路啊 听说五干路的时候啊 每个嘴巴都张开 哇 好啊 这师傅试给五干路 一捧出来 哇 大便啊 小便啊 鼻T啊 垂墨啊 胆汁啊 集合在一起 你知道 醒鼻T那个 它要你吃喔 要敞一点喔 你有信心的话你就敞 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就退党 退党了 就退党了 就打退堂鼓 它是要兼顾你的圣义心 你敢 就是你有兼顾的信心 师傅敢 做了 你看了 你还有兼顾的信心 这个叫做兼信 所以当初的时候害怕那些弟子啊 不相信啊 这个 看了以后退到心 所以眼睛要蒙起来 眼睛蒙起来 给他拿一点 拿一点啊 放在舌头上 是这样子 所以要眼睛蒙起来 全世界上最脏的东西你都吃过 全世界上最亚可的景色 景象都让你看 你还能有兼顾你的道心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道心 他的密教就是这样子 全世界上最亚可的景象都让你看 最dirty的那个食品都让你敞 你还有信心吗 所以你有信心你就走 你就走这条路 没有信心你就退道心 这个就是秘密观点 他有他的意义啊 所以他说能够兼顾你的这个道心是这样子 另外他讲啊 在西藏讲 你吃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聚生喜的秘物 花生最大欢喜的 秘密的蜂蜜物 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手画体性无可分别的 是具有大力的最大的力量 在西藏讲说是具有最大的力量 当然了我相信也是有力量 因为有荷尔蒙 哈 哈 你吃了 能够产生大硬点 大硬点就是产生大硬明点 你吃到了这个秘密物 就可以产生大硬明点 这是西藏人讲的 这个要由医生来证明 给他化验 他还讲啊 他说这样子的快乐的东西哈 你吞到舌头和喉等处 能清净所有的脉跟轰 就是气了 故能有敬语 也能清净语言 因为你用舌头去尝 所以你的舌头是最干净的 天底下最干净的 汤 舌头 哈 哈 天底下最干净的气 就是身体的气最干净 天底下最干净的脉 你身体的气脉 跟你的舌头都是最亲近 他有他的意义 所以秘密贯顶 他的意义是在这里 能够产生大力 能够亲近你的轰迈 能够亲近你的语言 他的意义 这样了解了吗 秘密观点 他的秘密音符到底是什么呢 你们口耳相传就可以了 这个再来啊 秘密观点以后进去就是第三观点 第三观点我都讲过的啦 第三观点我是讲过 就是讲外印的 那么会产生啊 这个亲近的寄生欢喜 最主要是亲近的寄生欢喜 那么产生那个亲近的寄生欢喜啊 那么他可以产生寄生智 就是智啊 就是智慧的这个智 由欢喜跟智一起合在一起 就是由快乐跟空互相相应的一种大印 这是第三观点 那么由第三观点啊 寄生喜跟寄生智 寄生一直修 修到了完全没有障碍 产生一种空乐 空乐了完全没有障碍 一切烦恼通通完全清除了 这个就是第四观点 所以第三观点是属于双印 是属于一种触观点 它的意义说 可以产生亲近的寄生史 那么第四观点 它是可以产生这个完全获得空 虚空中的大热光明的状态 就是第四观点 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了 那么再来谈呢 再来后面这一段呢 它是谈到这个进行 那么我们也进行 我们也都谈过 它现在是在重新啊 在解释它的意义 有明辉进行 有金刚进行 有明进行 什么叫做进行呢 就是进 就是不如法的 行 就是如法的 让你了解什么是不如法的 什么是如法的 明辉有什么是如法的 什么是不如法的 那么金刚 有什么是如法的 什么是不如法的 那么在进行当中 什么是如法的 什么是不如法的 它都解释得很清楚 这个 师尊也讲过了 也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 但是因为这里面 在密中道次第广论里面 这个中哥八祖师 并没有把进行所有的条例 全部拿出来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要讨论这个三观跟 三观四观的这个如法跟不如法的 可以写整整一本 密中道次第广论 可以讲啊 要讲这个如法跟不如法 也可以讲成一本大书 所以它这边只是简列 提到这个有这个 讲解这个进行方面的 这个由于啊 你修这个三观 修四观 其实在秘密观点以后 你修七脉点 七脉点只要一修行 就会产生神通力 就会产生这个神通力 就会产生出来了 那么到了二观三观 一样都会这个产生这个神通力 最后呢 还有一个寿记 寿记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寿这个金刚如来 你看我们这个金刚目第四营 恩我今寿你记 托三有恶气 金刚心如来 善成诸有故 从今以往 你以地下地上超地 成为魔甲 金刚如来 这个就是寿记 寿记的时候啊 将来你就是成为什么金刚 像以前我的师父 就是这个普方金刚 普方金刚 普方金刚就是寿记 像师尊啊 就是那个大福金刚 就是大福金刚 那么都有每一个菩萨 都有他的这个 这个金刚号的 就是寿记 给你是什么金刚号 给你是什么金刚号 这样子 像这个师尊啊 跟那个释迦摩尼佛 在台北啊 这个咖啡屋 这个drink coffee 喝咖啡 这个喝咖啡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突然间拿毛笔啊 他在纸上写几个字 他本来是写大光智在佛 我就跟这个释迦摩尼佛讲 这个大日不好 大 这个大日啊 因为哦 我不喜欢用这个大字 因为老师自己认为自己是大 不太好的 因为自己应该是很渺小 要谦虚一点 所以我跟佛陀讲 我说大日不好了 结果他就把大日改成 华 华 就是华光智在佛 这个就是寿记 当初的时候 他给我写 华光 大光智在佛 我说大光不好 那个大字 太大了 会给人家骂 人家会骂我的 说哇 自称老大 你把所有诸山长老 看到哪里去了 你这个小子 怎么可以自称为大呢 所以这个大日不要用 我跟佛陀讲 不要用大日了 他就改成华 就是华光智在佛 这个就是寿记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哦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台湾 是住在这个台中 那个净华饭店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真的跟释迦摩尼 我喝咖啡 很多人讲说 这个佛陀 哪里有喝咖啡 乱讲 卢生人乱讲 哪里有喝咖啡 我告诉你啊 佛陀现在不只喝咖啡 他穿西装 他还穿西装呢 我再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其实啊 佛教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变发之中 根本不 跟以前的佛教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很多不一样的 你们想一想看 佛陀的时代跟现代 以前的佛教跟现在的佛教 有什么不同 太大的不同 以前释迦摩尼佛穿的衣服 佛陀穿的衣服 今天能够保存的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斯里兰卡 西兰岛 西兰岛 一个是泰国 其他的 你佛教传到中国 就变成中国佛教 传到日本就变成日本佛教 传到韩国就变成韩国佛教 传到东 这个好像中南半岛 就变成中南半岛的佛教 都变直了 你看今天我们穿的衣服 释迦摩尼佛当时便没有穿 他传到西藏 西藏人现在所穿的这个喇嘛装 也不是佛陀那时候穿的 这个衣都改变了 衣服都改变了 吃的也改变了 当初佛陀都是 出去发言的 没有自己在自己主的 现在改变了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是给他改过来 包括佛教的很多思想 到了中国以后 解释佛经了 全部用老庄的思想去解释佛经 佛陀讲的是空 老庄讲的是无 就把无接上了空 空就是无 无就是空 就是这样子接上 其实两个思想是两种的思想 不过你的这个佛教思想 一直到中国以后 就被完全通通改装 全部改掉了 事实上 我认为啊 我本能这样子认为 原始的佛教本身的教义 跟现在的教义 完全是十万八千里 都会变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 当初的原始佛教 有咖啡喝的话 他一样喝咖啡 我不相信说佛陀不喝水 佛陀喝水的 他喝茶的 有茶他喝茶 有咖啡他喝咖啡 有ice cream他吃ice cream 真的 对不对 他可以吃ice cream 师尊还不可以吃ice cream 对不对 这个本身来讲起来 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说为什么佛陀穿西装 你看那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 他就穿西装 穿了西装 上面有一个白白的 对不对 这表示他是神父 中国以前有一个这个 曾经要把我们的真服改掉的 所以我们穿这个不方便 宽宽大大 是好像是两袖清风 他说也改成 我们改成穿西装 有一个 也是一个领导者 现在不便讲是谁 他本身在中国佛教也是很有地位的 他说 人家天主教神父 他用一个白色的表示 他是神父 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黄色的表示 我们是和尚呢 一小块黄黄的在这里 在领口这里 也是一个炎炎的领子 炎炎领的那个黄色的领口 穿西装 我们以后我们通通的 生活中的出家众 全部通通留西装头 就是里面的这个衬衣 里面放了一颗黄黄的 我们是生活中的monk 穿西装 你说不可能 这位领导者曾经 希望所有我们中国的和尚 全部改 改成全部穿西装 只是领口这里一块黄黄 那么黄色的 这个颜形的领口 他有这个建议 说不定 我们这一代当然很难改 对不对 我们看光头看光 很难改 过了几代以后 传统 传统的也会被 这个新潮所改掉 新潮的也会变成传统 总有一天他改掉了 改掉的时候 那时候的和尚 全部都有头发 全部穿西装 就是跟天主教神父一样 这边有一块房房 会改的 当初的 当初的释迦摩尼佛也没有叫你点这个戒巴 是我们中国和尚给人家改的 对不对 当初的释迦摩尼佛也没有吃树 是我们这个梁武帝给人家改的 是梁武帝给人家改吃树的 哪里有吃树呢 这佛经里面还写到 有一个和尚 有一个和尚 他本身啊 一直想吃 想吃肉 佛陀还特别开解他 让他吃 因为他生病了 开解他 让他吃 而且佛陀还亲自下厨 煮给他吃 这个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出气化炎 本来是不可以自己煮的 出气化炎 你化到什么东西就吃什么 梁武帝下命令的时候 还有两个佛教的领导者 是法师的身份 出来反抗 说怎么可以叫我们吃树呢 那是一千四百多年前 梁武帝时代的时候 给人家改掉的 所以这个佛教啊 原始佛教到现在来讲起来 变质就会变 很多变的 那时候哪里还有什么 哪这个念珠 没有的 没有哪这个念珠 因为方便 到时候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慢慢改 哪里有什么敲木椅啊 诵经啊 做早课晚课啊 没有这一套的 没有这一套东西啊 没有的 佛陀时代的时候 连偶像都不准立的 是到了相法时代的时候 才立偶像的 释连偶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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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国王怀念佛陀 因为释连偶像的 释连偶像上升到 道立天宫 讲经给摩牙夫人听 他很久没有看到佛陀 才造佛陀的 向起来恭敬 是这样子的 才有照相 也不准照相 所以这个佛教的教义 到现在为止 已经离开 原始佛教 八万四千里 都会变了 我说佛陀穿西装 他穿西装来看师尊的 他跟师尊喝咖啡 他不是按照 传统的服饰 这样子来的 因为他知道 现在是流行新潮 这没有什么奇怪 隔不久 大家和尚全部穿西装 中间就留一颗房房 你看吧 到时候说不定 点戒八 点了九个戒八 像那个常人常志 他头上都有戒八了 他们点了三个 这边三个 听说他们破戒 就点多一点 破戒就在补戒 补补补 点越多了 道行越高 其实换戒最多 我告诉你 我听说 有一个出家比丘 他不只是头上 全部染了戒八 他一下子高兴了 连他身上 从这个脖子上面 一直到脚底 全部通通染戒八 全身都有戒八的 他这边也点 这边也点 可能他换戒 换太多了 这些戒八是中国人 发明的 你在所有 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 真的 原始佛典里面 哪里有戒八的 根本就是没有 所以西藏 你看传道西藏 西藏佛佛 西藏的喇嘛 没有人点戒八 那是中国的 中国的也很聪明 你知道吗 中国那个戒衣 本来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钩子 中国人很聪明 一钩 他双手就可以放松 以前按照这个规矩 是这样子 要掉下不掉下 经常这样弄一下 弄一下 这样子的 这是叫你什么呢 这是教你实时 注意你的衣室 要庄严 但是不是啊 我们那个中国的和尚 发明出来 用一个钩子 给他钩子 圆形的钩子 钩住那个乳翼 这样子 一钩 哎呀 太顺了 终于可以轻松 不要老是这样子 你知道西藏佛佛 每天走一走 来一下 那些那个泰国 那些那个 来一下 他们随时都要注意 这些仪轨啊 就是他们衣服的服饰 就是提醒你 服饰要庄严 走路要庄严 但是我们给人家改 是我们中国人给人家改 什么都是我们中国人改的 中国人聪明 这个讲起来啊 这个将来还是会改 像我们今天 生活中的喇嘛装 就是从西藏的这个喇嘛装 看他们经常这样子 这样子不舒服 我们改成这样子 穿起来 舒服 这样舒服多了 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就漏两点了 对不对 这个就不会掉下来 就是好处 就是在这里 中国人还是聪明 我们生活中也聪明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改变 你到蒙古去 蒙古的喇嘛装啊 跟西藏的喇嘛装 就不一样 蒙古也有蒙古的喇嘛 你知道那个蒙藏 两个地方是合在一起 蒙古的这个喇嘛教 也是西藏流传到那里 事实上蒙古 现在所穿的喇嘛装 跟西藏的喇嘛装 就不一样 那么西藏的喇嘛装 跟蒙古的喇嘛装 跟我们美国的喇嘛装 又不同 又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中国和尚穿的衣服 跟泰国跟斯里兰卡 穿的又不一样 小圣的佛教 跟大圣佛教 穿的衣服也不一样 日本和尚穿的衣服 又不同 日本的密教 东密所流传下来的 那些大衣啊 又不一样 跟西藏的这个密教 跟日本的东密 跟中国的密宗 通通不同 穿的衣服通通不一样 所以佛陀 他也要穿西装 的原因就是说 现在是现代 古代是古代 双方都不同 佛陀现在也喝咖啡 也穿西装 将来 不能讲说我们生活中 弟子全部通通穿西装 我们有时候也很怕西装 他穿西装的 你知道吗 现在的 听说现在的流氓 通通穿西装 所以呢 一般讲起来啊 这个是会改变的 这个改变呢 是 这个他 佛陀给师尊 授记的时候啊 他也是很 很这个新款的 他也写毛笔字 也写中文 在这个灵界啊 确实是不一样的 灵的变化也不同 但是 在师尊的心中 马上就可以感应到 那个就是佛陀 马上就可以感应到 那个就是佛陀 那是新跟新的一种教会 古代啊 到现代 种种的仪轨 现在都在变了 所以讲 刚才讲 秘密灌顶 古代啊 是用 这个 这个 蜂蜜物 来做秘密灌顶 那么现代呢 就用红白花 红花白花 这个已经改变了 对不对 那么第三灌顶 是簇灌顶 古代就是真的来的 那现代没有了 现在就用毛笔 在你的秘簇 给你点一下 就是簇灌顶 这个就是现代 已经改变了 都会变的嘛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都会变的 没有不变的道理 一个宗教啊 一个宗教 进入一个国家里面 他本身的宗教的 这个教义 是顺应了这个国家 本身的一种 轰鼠习惯 去改变 完全去改变 所以改变 不一定是不好 也不一定是好 要看是怎么变 所以一个 一个民主的思想 它会产生变化 一个宗教来的时候 它也产生变化 我简单讲一下 日本 佛教没有到日本的时候 还有我们中国的 这个道家思想 没有到日本 道家跟这个 佛教一起进入日本 他们是怎么结婚的 哥哥可以起妹妹的 你想看 这个三等亲 以前我们讲三等亲 这个依表 姑表 不管是什么表 这个都 近亲都可以结婚的 当哥哥的 还跟妹妹结婚 日本的时候 在比较早一点时代 这个儒家思想 跟这个道家思想 跟这个佛教思想 没有进入日本的时候 真的 简单讲一句话 妹妹 她看到妹妹漂亮 就说我跟妳结婚 这就结婚 看到喜欢了 马上就可以结婚 到最后 这个儒家思想 跟道家思想 佛教思想 进入日本以后 他们说 这不行 这个是 要有伦理道德的 开始有伦理道德出来 儒家思想 这个 君臣 父子 这个夫妇 兄弟 这个姐妹 这种思想 开始有 这就是一种 好像是说 那个道德的思想 有了道德思想 他说 以前那个做是不对的 然后慢慢就改 否则 他们以前认为 这个是对的 以前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对的 所以会改变的 任何一个宗教 进入一个国家 宗教本身也在变 但是这个宗教 也影响了 那个民主的思想 所以当初 最早的时代 当然都没有什么道德观念 根本没有 他说人跟禽兽 是差不了多少 很接近的 人跟所有的禽兽 都是很接近 就是因为有儒家思想 有道家思想 有这个佛家的思想 进入了这些国家以后 这个人跟禽兽之间的距离 才拉延 才会拉延起来 才会有一种 好像是说 自己本身的这一种思想 产生新的思想 那么新的思想 就定成了一种规范 一种规范 就形成了一种法律 那法律是怎么来的 就是人本身思想的一种规范 就形成了一种法律 哪样是可以 哪样是不可以 我们在所有的 这个讲法当中 说法当中 我们也要讲这个传统 也要讲这个现代 所以现代也是在改进很多了 已经在改了 那个在西藏地方 在藏地 以前密宗道次第管理所讲的这些 也很多是经事害俗的 在哪到现代来讲 是不合情理 人家通通要吃你的昏迷物 那么五干路是可不可以改呢 真的是有 五肉五干路是要改啊 像五肉里面包含人肉啊 五肉里面有包含人肉 这个一定要改的 这些东西都都会慢慢这个改变 所以在你说这密教以前在西藏地方 西藏地方是一个封闭的 当初是在那个好像在喜马拉雅山上 一个封闭的一个宗教跟这个政治 合一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 但开放了以后呢 这个东西的传统性的东西还是要改变 还是要改变 那么再谈随喜呢 随喜的意思啊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个受给弟子法轮跟罗跟这个雷 意思就是讲说 你要去转法轮 那么你要去这个吹大法雷 去救度众生 那么庆慰的意思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啊 就讲一些令弟子产生翻喜心的一种话 就是庆慰 这个 为你受用益成 一能成佛 虽然你在俗世之间 你食一住行 都是受用益成 但是你也能够成佛 有入堂灌顶等 增长堪成佛之功能 庆慰弟子 令知彼义 那种弟子知道他的意义 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传统啊 传统跟这个新潮 这个是一个世代的交替 我们不能否认传统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否认清新潮 但是传统跟新潮之间呢 必须要有一个妥占 必须要有一个妥协 有一个妥协 也就是说 属于一种思想 那个时代的思想跟这个时代的思想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啊 不是反抗这个传统 不是反抗这个传统 而是传统本身的变化就变成一个新潮 那么新潮在过不久呢 也一样会变成传统 新潮在过不久啊 你以为是新潮 其实也不算是新潮了 就变成一个传统 所以有的时候啊 在一个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尖端的人物啊 他提出来的思想 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 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 但是在过了几个朝代以后 他的这个思想就被以下的人所接受 这个事实上 都历史上有很多的证明 在当时不被接受的思想 在以后的朝代里面会被接受 因为他是站在这个新时代 这个新潮的尖端 作为一个宗教的改革者也是一样的 宗教的改革者也是一样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 Ni Ben Mi Ho M Ma Ni Ben Mi Ho